大家好,3月13日,星期三,新闻相当少 新闻相当少,我估计可能一个小时也完成了 因为新闻相当少 我们今天会谈谈,星期一也谈过,关于陈建波 我记得之前在财委会说过 现在我是收成期,你们不要妨礙我,我现在是收成期 大哥,现在香港很多人都是收成期 你看看,慢慢地撕走香港人的福利 撕下一些,慢慢地撕 稍后我们会谈论他关于,你那两元乘车的优惠 不如我派钱吧 派三千元至五千元一年 不止这个,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可能说,限你一个月回答多少次 限你回答多少钱 其实他未必会给你钱 你不要想他会给你钱 有些人会想,哎呀,他给三千元,我就不正 一定不会,这就是死数 即是说,他计算你,搭够三千元至五千元的车 不好意思,接着你就要给正价 千万不要想他会真金白银给你三千元或者五千元 是不会的 大家不要这么天真,即是真的不要这么天真 大哥,他计算死数 好了,怎样说呢 问题很严重 大家有没有计算过香港有多少人 是拿了六十岁以上 现在六十岁就可以拿下车 即是你一定要用下车 不能够再用白银通 大家有没有计算过香港有多少人 即是多少人口 是六十岁以上 好了,大家有没有计算过 有多少人是拿了路由卡 但他不能够搭车 那你是谁啊?我妈就是 她有路由卡 但她是要坐轮椅 我想我妈没有办法用到一张路由卡 已经超过八年了 她九十多岁 大家有没有计算过呢? 你是给了一张路由卡,她是对的 但她拿不到 我妈没有拿长生春的 她只是拿了生过金 即是每一个月是一千六元左右 那这些数字 陈健波有没有计算过呢? 好了,你说真的 取消,即是两元乘车的优惠 大家有没有计算过 其实占过政府每年的开支有百分之多呢? 你现在这样省 其实又省了多少钱呢? 好了 大家要明白 譬如我们的 拿下太子的 你不是真的做一点点 你会吃饭 算了 买一件衣服 买一件衣服 八九十元 那便花了八五元 好了 但如果 如果你连过两元乘车优惠的 有因 你都取消了它 你夸区的消费 会更弱 大家留意一下 现在香港的 如果你做过地产 你做过地产 你就会知道 哪些年纪的人 走进去 那些销售人 会立即进来 就是五十多六十岁 那些 因为他知道 购买力在他们那里 那你说中产 如何?中产已经走了 对吧? 很多中产购买力已经走了 那现在香港大部分都是什么? 即是六十多岁以上的 那些 是撑起半边天的 你说如果你取消了 那两元乘车优惠 简单说一句 我可以大胆地说 你那个零售 现在零售 大家知道最基本的就是 衣食住行 你都不用看 你可以拿我方看看 你去时代广场看看 那些 你去营点 通常我去 在元朗走 我都去营点 为什麽呢? 舒服些 街道一天就冷 一天就热 通常我都会在营点走 看看书 但最近我 通常星期二 没有节目 我将很多东西 会堆在星期二去做 最忙是星期三 和星期四 这两天是最忙的 这两天是最忙的 上个星期 我都会在元朗走 我已经发现 有些 在横街里面 我光顺了很久 我差不多每一两个星期 就去吃一次 收拾了 那时是下午两点多 即是吃面 吃下午茶餐 我居然发现 收拾了 就是跟着马会 前面那条街 好 接着你看到大街上面 开车有些吉铺 全贴在那里 即不止是太子叮不顺 现在连元朗也叮不顺 那条大街 大家知道 元朗那里大家很旺 好了 如果你取消了 那两元乘车的优惠 那些老人就不搭 没有 他真的会为了 银十多元不搭车 那就去家里附近 那你没有了跨居消费 其实你那个 零售 或者是饮食 会更加差 一会和大家计算 那条数 大家一定要明白 香港很多长者 他已经在坐轮椅 他答什么 答条毛吗 即我妈妈也是 他都要答 即如果真的要跟他出去 要是推轮椅 要是叫那些的士 他是有个大座位的 有个工人要抱他 那些你有张路由卡 都没用 搭条毛吗 那我想问陈健波有没有计算 我连听都没听他说过 是的 我连听都没听他说过 那里有多少人 你知道吗 那些人张路由卡 没用 他已经搭不了车 已经是 就是物理上他是不能搭车的 那他又有没有说过呢 没有 每一天都在提 接着 一会也会说回医疗福利 那医疗福利 其实简单说一句 就会断了 其实 今年之内 一定会实行 那其实香港 你看到 你在香港 这么多年 你交税 其实没什么用 你到老年的时候 你是享受不了 特别是我们 我们这一招 你很肯定是享受不了的 即是老年的时候 那好了 你说这些都叫做世纪 那你说你还靠我强积金的话 我认为真是瓜特 应该 真是瓜特 你跟美国 政府雇员退休保障 是足够的 他会跟随货币 会加上去 香港 你特别一会你看到 那个 这个医管局 很快就会有新的措施 新的收费 其实就是针对中产 针对留在香港的中产 那你说是中产嘛 你中产当然要给多些钱 他交了税 他已经交了税 他不是没有交税 那你晚晚找他来针对的话 怪不得都走 我都走 如果是这样 喂 坦白说一句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些钱 都没有了 你看到现在香港哪里找到钱 一人说阿里巴巴 来 来香港 扔什么 扔50亿 每年10亿 大家不要这么天真 就是 共产党的手法 大家都明白是什么 我们也说过 你现在那些所谓的专才 哪一个赚最多 哪一个赚最多 中介 中介赚最多 你没有听到那些专才来香港 打一万元以下的工 你还没听过 你还没听过 喂 下来做什么 如果一万元以下的工 那他收了四千元 不如回家 是吧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 每个都四五万 一个月才打 因为被中介赚完之后 还有 还有 皮铃的东西 才来香港打工 对 对 当然 你说十万那些一定是香港补贴 不用问 那你说阿里巴巴 来 扔十亿 那你说是什么 你自己说 是吧 一会和大家 即是和大家 谈讨论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后备时时分导Patreon 在第二页 那我们 讲多 都要一个多月的 接着我又会close 那个五元的 好了 鑽石九组合 那就213% 那 昨日 星期二 美国的通胀 加幅都是温和的 0.4% 虽然预期是0.3% 那就可以了 那你看到股市也是升的 那 美银就 102% 现在就是 下午的12点45分 恒指升了45点 那收17,138点 成交是可以的 那今天有627亿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新加入Patreon 那你加入这个 那你见到这个很大的 那就是50元一个月 或者是6元美金一个月 那五元美金那个 你是旧的Patreon会员 很简单 都是按这个 你按这个 它就会自动取消你五元美金那个 接着就加入这个新的 那我想过多一个多两个月 我就会close了五元美金那个 那大家只能够加入这个 就最清楚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那防止滥用 即是两元成车优惠 一会我们会说 我没有看到有些 即是他说的滥用 有些什么数字 可以 可以说出来 即是长车短塔等那些 没有啊 阿晨健波 连一个数字都说不到 是吧 那他就每年派三千至五千元 希望你自律 那你觉得他真的会派给你吗 我觉得不会 对不对 即是 即是一会我们去到那部分 讲 但我首先要讲 大家在街上 你会看到很多长者 在坐轮椅 你通街都可以看到的 那些长者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有内邮卡的 你认为他可以很自由地用到 那两元成车优惠吗 我觉得就不是了 是吧 大家都明白的 即是他搭不搭到巴士 他搭不搭到地铁 他自己都搭不到 他只可以在家里的范围里很短地活动 譬如说 一个屋邨去另外一个屋邨 即是你不要说他想下巴士 上下地铁 有不是没有 不过 多困难 大家都明白 你如果坐轮椅 下地铁 你又要叫人帮 又要找个职员帮你 这个巴士也是 你帮了两帮 你自己都不想搭 除非是逼不得已 一定要出 或者有人推你 那你想想 这班长者有多少人 那你有没有听过 陈建波说过 有些人是坐轮椅的 他是用不到的 那你有没有听他说过 没有 是吧 那你有没有听到这些人呢 通街你也看到 那居然香港又有地震 我在家里是感受不到的 但是很多屯门的居民都说感受到 甚至在大婴山有些好像砰 以为车车爆炸 但是没有 那这些会不会是空笑呢 都会的 都会的 香港不是地震带来的 大家可以放心些 就是说香港会不会今年有些东西 就是天灾人和 这个也有可能 通常都会的 就是说天天不会打你手机 亦都不会出WhatsApp给你 就是给你一些 就是给你一些 征兆 你看着 就是在大婴山 就是在大婴山 你那个名的大婴 就是他可能过天 老祖叫你不要做 你做不到 好 那现在告诉你 耶 就震你一阵 是无人伤亡的 那今年的天灾人和 大家都要小心 另外 这个中大医院 大家知道在大学站 对出 你看到现在香港很流行 就是说 你说骚扰那些护士 有些人很奇怪 他特别喜欢穿制服 很古怪 是有些人 很神怪 他特别容易兴奋 就是他看到那些穿制服 他不认男与女 他就像周星驰那些 吃了什么和合散 那些头上也有一股东西 是有些这样的人 很古怪 他很喜欢穿制服的那些 真的不是开玩笑 就是性骚扰了六个护士 应该是女性 没有说是男护士 但是最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现在 院方说受害人 不要外泄事件 现在很流行 香港是回堂 这些就是me too 几年前很流行的me too 就是说 喂 喂 你不要说 你不能说 你说又怎样 你说炒你 就是用这些方法 喂 现在是什么世代 大哥 对不对 现在是什么年代 你以为还是百多年前 是吧 就是你想想一件事 这个香港很多机构都是有问题的 其实 你不要说 你说我炒你 炒你 现在 就是你想找回工作 就很难了 就是之如此类 这些最不要得的 我觉得是 是吧 就是社会一定要在阳光下 市民是有知情权的 喂 那坦白说 如果我有个女儿做护士 我也不去中大医院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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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医院是这样的 就是被人性骚扰也不能说 那怎么办 这些不是纪律处分 是你中大医院也有问题的 顺带一提 那么中大医院 其实都是亏损的 中大医院 其实它有 2015年 就向特区政府借了 40亿 40.3亿 那么呢 其实想着 去年起 就是 2022年就分10年去还 但是因为疫情 所以还不到 我想现在更加还不到 就是半年亏损了1.7亿 预计就1.5亿 亏损了 那么 他就说明年会平衡 那就先听着 那么 那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他财务有问题 都会变得西九 是的 要么就加价 加得很贵 要么就变得西九 其实香港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人工太高 香港很大的问题就是 人工太高 一些比较专科的医生 是 几十万一个月的 是的 人工 香港是没有可能 再支持到 这样的人工 很多专业人士 人工高得很厉害 你香港还是国际金融中心 当然可以 但是 当你不是的时候 不可能再支持一些 那么高的人工 香港很多问题都是什么 人工高 高得很厉害 另外大家用转数块也要小心 就是说 最近发出了四十万个警示 就是说 你那个 转数块 付钱 那户口 那户口可能是 黑名单 牵涉很多诈骗 现在没有人 还有的 你看到 就是 去打劫等等 但是 通常都是网上诈骗的 我一天 最高纪录 收到二十个 这些垃圾来电 那我全部 很简单 按回到电话号码 接着有个封锁 你按了封锁就可以了 是的 就是你又不怕 多些做没有问题 那你看到 有没有 有多少 有多少 是 用这个WhatsApp去骚扰你 很少 很少 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微信 这些 转数块 那一类 或者你的电话 那你就会明白 哪些人在背后 拿到哪些资料 为什么WhatsApp他拿不到 因为WhatsApp不是在香港 但是WhatsApp那些加密 是完全 直接浪费了个人 那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外国的东西 就是你用外国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人去撞你的WhatsApp 好了 但是你看看 所有 我们社会里面都有 我们社会里面都有 比如你的电话号码 比如你用转数块 比如你用信用卡 等等 为什么那些诈骗 那些 那些个案 是每天都发生的呢 Twitter那些 你有没有 没有 没有的 Twitter那些 你WhatsApp那些 没有的 就是我不敢说没有 但是比例上少很多很多 但是你看看这些在香港 很容易流通的资料 基本上你每天收到十个 二十个这些诈骗电话 是最基本的 那你就会明白 究竟背后发生了什么 大家总之一切小心 那我们就说一下 陈健波 他曾经是财委会的主席 即是立法会里面 现在我就不知道 接着好像说会 做这个 港交所的非执董 我也不理这些 简单说一句 陈健波 其实陈北波那些 都是PK 坦白说一句 他就说 两元乘车优惠开支 会暴障 不受控 便会拖乱整个香港的经济 即是他这样说 这是我说的 其实不是他说的 那不是你为何要针对 两元乘车优惠呢? 陈健波就说 要限制 或者设计 保贴的上限 简单说一句 限制你踏多少次 接着有一个上限 即是不能无尽 总之两元乘车 你踏多少次 即是他觉得长者 每天可能踏几十次地铁 或者巴士 那这个是否真实呢? 那我所见到的便不是真实 我所见到的 即是我也有朋友 已经有这个 下游卡 但你问我 如果他们每天会踏的地铁 其实未必有一次 可能他们一个星期会踏几次 即是五、六次 那当然我不排除 有些是比较远的 远的地方 但远的地方 他们通常都是 每一个星期 是一次起两次纸 一般来说 就不回答 你说上班那些没得说 上班那些没得说 上班更加 你怎会一天踏几十次地铁 不可能 但一般来说六十五岁以上那些 其实他一天踏超过两次地铁 或者巴士是很少的 一般来说 即是我认识的 他说公营机构 即是包括九巴 我估计新巴 应该是新巴 我估计是 大家可以很轻易在网上找到 这是政府出的数字 这是政府出的数字 2023年 去年的年底 香港六十岁以上的人口 有多少呢 六十岁以上的那些 我就不展示出来 免得弄乱你 大家都不用加了 这是以千计 我帮大家计计 就是有107万 香港733万的人口 当然有些流动人口 有些是流的 有107万 是六十岁以上的 大家不相信 你自己可以加一下 你看看2023年年底 P字下面 你就能计算 这是以千计 即是六十至六十四岁 有三十万 六十五至六十九岁 有二十八万 你加完就知道 八十岁以上 大约有十七万 十七万 八十岁以上 其实未必自己可以乘坐地铁 也未必可以乘坐巴士 当然 有些七十岁都不行 即是我们也见过 大家可以有个概念 香港733万人口里面 大家记住 有很多是不常住人口 有107万 就是六十岁以上 陳健波怎样说 这个就比较形象化 每年 每年 不是每个月 每年 每年 派三千元 至五千元 当然是港元 希望用家会自律 首先 我可以回答你 他绝对不会 给你现金 我说的 他只会在八达通 在一个落油卡里面 计算 总之 你 搭够三千元 或者五千元 那一年的落油卡 你便不能用 其他就要付钱 又或者每个月 帮你设限 或者会发出警告给你 绝对不要想着 他会派三千至五千元 你想想一件事 他连那两元 都算了 怎样会给你钱 不是 他不会这样做 你想也不要想 大家计算过 三千元 即是多少钱 每天八个多 基本上连一程远一点的地铁 你都没办法做到 大家要明白 现在你搭几个站的地铁 都七元以上 即是你又去没有回 你回来就要自己付钱 好了 如果五千元是多少呢 五千元大约是十六元左右 每一天 十六元 即是这是比较正常的地铁 简单说句 不要太复杂 在太子 你当你去到尖沙咀 来回其实已经是十六元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我们首先说了 其实 这个两元乘车优惠 有没有陈健波说得 即是对政府 是一个这么大的财务拖累呢 我帮大家计算过 一百零七万的奖资 其实每天坐车的只有八十万 我们计算过 差不多有七八万至二十万的奖资 是不能坐车的 这是一个比较 rough的概念 但是大家就有个概念在路里面 其实它说的佔政府开支是多少钱呢 假设每人每天坐十六元的地铁 那政府补助了两元 是吧 它是两元 那就是政府支助了十四元 那政府每天补贴多少呢 一千一百万 零头不算 每年补贴多少呢 四十一亿港币 即是每年开支 政府每年开支是八千亿 那就是用四十一亿 除以八千 两元乘车优惠 佔政府每年开支只有0.51% 好了 你说陈建波说 你们长车短搭 你由早上搭到晚 这些大家都知道是不实现的 对吧 也有些奖者 真的只是搭一个站 好了 我就当你对 将这个数字乘以 那你省了多少呢 这个数字乘以 也是佔政府开支的1% 如果陈建波说的是对的 他只是省了多少呢 他只是省了由1% 限你每个月三千至五千元 他只是帮政府省了0.5% 你欠了0.5% 政府就没错了吗 即是原来他搞那么多 只不过是帮政府每年开支的0.5% 我当你0 好吗 我就当0 由今天开始取消了2元成绩优惠 你也是帮政府每年开支 省了0.5% 不会超过1% 搞那么久就是搞这些事情 你不要当人傻 陈建波 即是我们会上网看的 你是香港公开数字 你当我这个太乐观了 好吗 好吗 对吧 不是的 他们每天坐两程 那就1% 好吗 对吧 你的1% 救到香港经济吗 何况你没有 对吧 但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对吧 香港现在大部分的消费都是老人家 你出去看看就知道 真正香港现在有钱的 就是老人家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没有离开香港 他真是 可能拿着 过千万 或者几千万 不奇怪 那些人真是可以花钱 他有钱 他用不花钱 是另一回事 但他是有钱 那你不要算李嘉诚那些 李嘉诚那些没得说 对吧 好了 问题就是 你不让他跨区 他就在自己本区里面 但你不要忘记他一跨区就怎么样 他自然用多钱 譬如我们的 下去太子的 假设你给到成绩优惠我 16元 当是吧 当是真 你不要忘记我落到太子 怎样也好 吃过饭 已经四十几元了 好了 算吧 就是走到Unical 买一件 买一件七八十元的 那我用了百多元 对吧 即是你用十多元 令到我消费了百多元 这样的话市面 都叫有人帮顺 好了 但如果你取消了的话 那你那些老人家的 长者的跨区消费 会激减的 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 说没有地铁优惠 我不去了 在自己楼下 或者过隔壁村 那你的经济会更差 他有没有计算这件事呢 我想他没有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经常说一件事 就是说 你洗牌很厉害 不等于你赌钱也很厉害 你做财委会主席 不等于你一定懂得经济 这两件事 就是你计算一下 其实你是虧了 你整个社会的经济 是比较差 这两元是什么 是一个诱因 让你乘搭车去花钱 对不对 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 譬如说 现在中国又说 你不用签证 为什么 还有一个小小的优惠 让你来 你来到你就会花钱 对不对 他都不来 那哪里会花钱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 没有办法 你香港现在由这班官员做的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亦令很多长者很嘴唆 为什么 因为我交足税 对不对 过去几十年 我们交足税 我今天还在交税 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答应你们有什么优惠 有什么优惠 好了 到你退休的时候 逐样逐样没有 首先这个两元 我怀疑最后会没有 就是现在他有个面子下不了 好像做坏人 我怀疑你过多几年 财赤再严重的时候 连这个两元也会没有 好了 那算了 是乘车 我还有钱乘 不去便不去 那看医生又怎样呢 一会大家可以看看看医生 你看到 刚刚这个是 3月12日 即是昨日 现在已经在说 第一件事 今年年内公布 医疗收费不限于急症室 我们也说过 不只是急症室 连门诊 药 他也会加 但是 他今天说的 更惊人 他说 使用昂贵药物的病人 每年医药开支是5000元 其中5%的病人 相关开支是达到14至30万 好了 他现在做些什么呢 他现在做的事 就是按病人的收入 决定你的收费 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怎样知道病人的收入 就是说 你收入越高 你就越给多些钱 那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向中产开刀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中产的 你有十几万个月 那不可以了 是吧 那不可能了 就是 怎样可以 还给你180元 看急症 那些药 怎样可以给 政府资助了九成多日 不行了 全部加 那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你这样骂耳听下去 你可能觉得 对 找多些就给多些 他交了税 他已经尽了社会责任 他已经交了税 所以你想想一件事 你现在四十多岁 假设你有某些原因 不能够离开香港 香港还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你怎样退休呢 你退不了休的 你现在都交了 全部向什么 向中产开刀 好了 到你老的时候 2元乘车优惠 我比较悲观 你骂我 我相信最后 2元乘车优惠会没有了 应该是会没有了 就是这样 你想想 叫生叫死 其实是什么 只是0.5% 你博我 对不对 这数字是你特区政府 那个网页里面 他发布出来 不是我作过的 数字是 好了 但是我们的外访官员 哇 你看到 这个就是昨天的东方 哇 你看到那些人 就是个个出去 你看到这个林世雄 就是这个 运输及物流局长 哇 去到美国 每天花四万多元 那你说多不多 不多 因为美国 五千元 他差不多花五千元 美金一天 另外这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 邱应华 就是次数最多 那之前最多的是哪个呢 就是那个吴德店 吴德店 是出外最多的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运输局 这个邱应华 他上任 十六个月 就外放了二十二次 刚才说的 这个 运输局长 三个人 四日 去美国 用了五十四点五万 三个人 去美国 不知道他坐什么 一定坐头等 是吧 坐头等 然后住酒店 就住最美 全部 就叫车 不是很多 你不要以为很多 五十四点五万 因为这是港元 你去的是 美国 你见到 譬如邱应华 他外访了二十二次 用了二百多万 宣东 我真的不知道 香港的 创科局 是做过什么 外访了十六次 用了一百二十八万 其他 借钱还这些 就不算多 十六次都是四十一万 楊潤雄 十五次都是五十万 为什麽呢 大部分 都是回内地 香港很多议员都已经说了 喂 你不要只是回内地 大哥 你去外国 跟着整个KPI 不是 大部分都是回内地 或者是内地来 大家如外下气 那这些 为什麽又没有人追究 又没有KPI 是没有的 没有的 已经是叫做好的 香港财赤了 突然间 订回当年 2002年 这个中国入世贸 朱鎔基是有份谈的 那时 就见了 董建华 就说 当年香港 都是财赤的 都是财赤的 朱鎔基就说 你即使把财政储备洗完 就去内地 发行香港的长期债券 我第一个带头买 我最记得当年的 玫瑰圆计划 建计这个机场 那时 中方就很紧张 你不能使用香港的钱 好像说 最少要剩下 不知 250亿 就是给我们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 那大家今天看到 哪一个 使用香港的储备 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当年英国佬 建计了几个东西 建计了几个东西 你不能讨论的 你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说这些花话 是没有用的 就是哪些是大白像工程 你看看当年的英国佬 他建的工程 可以说 没有一个是大白像工程 一个都没有 现在特区政府宣扬着 哎呀 我们的赤立国国际机场 用了这么多年 还是国际之名 这个机场不是你建的 你不要搞错 你建不了的 你看看 清衣大桥到今天 打风打到这样 动都没有动过 不是跟你说笑 真的 你看看 地铁到今天 那条地铁都还能移动 还在走 香港主要是什么 香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人的 载人的 就是地铁 你就看 到今天 我们已经头发白了 你想想 香港这条地铁还是最主要的 你现在只不过是跟着 英国佬当时的 就是expand出去 你现在香港做的那些 什么建筑技术 都是英国的 当年 都是英国流下来的 你看看别人做的东西 虽然当时是贵 不是 他也有私障售售 但是一件事 你用到今天 你今天还跟别人说 哎呀 我们那个 设立国机场是什么 国际机场 这个机场是你建的吗 不是你建的 是别人英国人建的 是吧 好了 那你说什么 朱镕基说 发行 就是长期债券 我第一个带头买 但是他没有说条件是什么 是吧 是吧 他说第一个带头买 又没有说买多少 对吧 好了 那最后香港 如何当时 是渡过财赤的难关呢 就是有这个自由行 好了 那是不是自由行 不是 不是主要自由行 我们也说过 香港是一个很成熟的经济体 你交旅游是戴不了的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金融 金融 因为中国进入了世贸 香港无厘头就变成了一个白手套 那因为香港做白手套 然后引外资进去 那时候中国弹起了 那时候是零几年 那接着外资就透过香港投资内地 都是因为有外资进来 所以香港才可以弹起 那些地产等等 不要说 就是地产 航运等等 大家都知道 我们说过很多次 所以问题就是 这些说是没有意思的 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原因是什么 都是因为有外资进来 所以香港去到 05-06年左右 开始摆脱了这个财赤 原因是在这里 就不是因为中国帮手 不是 是因为美国佬给你入世贸 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少少关于 王全福 福贸集团 那你就会看到美国佬 未来这三十年都不会对你中国 或者香港有善 我不是吓你 是真的 其实 一会儿我们去到后面再说 那你今天的中国 还会不会帮到香港 帮不到 你怎么帮 是吧 即是你都可以发债 不过他不买 你香港都可以发债给他 但是有没有人买 有 他就用人民币帮你买 是吧 他用人民币帮你买 然后怎样呢 然后就把你的港元拿走 然后换走你的美金 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这个 西九就是 特区政府建立的了 这个就是真正是特区政府建立的 你看看现在 贫林式灯 这些就是我们特区政府搞的了 百分之一百是 绝对跟英国佬无关 那你就看到贫林式灯 是吧 就是这样 另外 这个Sams Cup 会开多一间分店 你看到外国很棒 虽然你看到Sams Cup 里面很大 很漂亮 其实就是什么 只不过是一个墙 就是一个很大的 你看到Costco那些也是 你看到HOME DEPO 那一堆 它是什么 它是租的 它是租的 租一个很大的 好像跳室市场那样的东西 然后摆了那些 那些货品进去 其实这个墙它不是买的 外国就是这样的 通常 就是我们分析财报很多 它不用死的 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它就撤资 它租的 是啊 就是 麦当劳那些 它租了 然后转租给你 它全部都是租的 就是美国佬 它不会买了你这个地方 它不会的 英国佬也是 就是我以前老板 他在香港 怎么也不买楼 就是现在 看回头才知道他是对的 因为不是自己的地方 你买了楼就麻烦了 被人摇着脚 是吧 那一走 他就走了 所以 开多一间在这个保安 那 没什么所谓的 那香港人 你现在上得去 你就上了 是吧 他没所谓的 你不要以为他 开多一间 那没有生意 没有生意就收拾了 他没所谓的 他只是租药 你方他一间 两间 他租药受不了吗 那继续抢香港生意 这些不用说了 西安和青岛 现在就败了 就是 喂 那么少人来香港 就是开了这个自由行 因为没有这个高铁道 这样 坦白说一句 就是你 我还没去过西安和青岛 但是我很多次 由天津坐这个高铁 还有这个 天津我试过 上海试过 杭州也试过 那就是 下来深圳 接着过香港 坦白说一句 你乘坐高铁 你以为会便宜吗 对不对 你也要几个水 对不对 这个 就是 就是 阿尼不出 内地硬 这就没意思 那现在就说 哎呀 因为你没有高铁直达香港 对不对 所以就不行了 那就是 他现在在内地 应该是深圳北转车的 但我觉得 其实不是最关键 最关键就是 因为你要钱 你乘坐高铁下来 如何都好 你在西安和青岛 我当你转车一转车的话 你怎样都要三四百元 那下来再到深圳再下来 再下来 乘坐火车 差不多 四百多元 走不掉 那你来回就八百多元 现在你想想 西安和青岛的一般老百姓 会不会 即是再来香港玩 不会 比较有钱的就是坐飞机 这个我们也说过 现在 香港的教科书事件 很多 已经是自我审查 即是说 你钓鱼台 钓鱼岛 自动改 九段线 十段线 自动改 自我阉割 根本上很难赚到钱 你在香港现在做这些教科书 已经很难赚到钱 动下就要改 动下就要删除 即是没办法 现在香港的环境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就要说了 什么阿里 即是震港艺 阿里巴巴五年 投资五十亿 拍香港片 香港人 都是很 很善良的 即是他们只是质疑 就说 没有这个创作自由 远远不止 每年十亿 大家要明白 你看回这个 专材计划 你就会知道 它如果落实的话 香港会突然间多了很多 很多所谓香港的创作公司出现 而实际上他们 真的 但是 坐管的人 就是内地人 这些人 就负责 去 拍片 即是简单说 我开了一间 什么什么 这个影艺公司 这样 这个人 就是拿到 阿里巴巴 每年 十亿的一部分 可能我拿到 两亿 因为他每年十亿 这样 就会开了很多公司 这些公司 做什么 吃蛇齿饼做的 简单说 我拿到一亿 实际上 真的 放在拍片 只有千多二千万 但是问题就是 你现在没办法 你现在没有生水入 即是没有老板投资 那怎么办 那你那些 艺人等等 就全部被人禁止 还有一件事 他最后能否给到片酬 我不知道 可能出不了 那你就想着 喂 他拍那个片 那你就跟他 那你不要忘记 你跟他 未必搞得到 是吧 他可能拍那些 题材 也是国内的题材 那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有朋友 是打过大陆老公 我有朋友打过 你完全不用给意见 是的 你跟他做得 多按钩都好 你跟他做 所以你 譬如你这样说 譬如这间公司 已经是内地的 譬如一亿的 他拿到一亿 实际上他扔出来的 可能是二千万或三千万 中间还有几个人吃的 好了 扔出来 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千万 算了 好了 但二千万拍的片 完全他说是 百分百他说是 还有一件事 可能是说普通话的 题材 就是现在内地的题材 甚至他本身根本和拍电影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他是不懂的 是一个外行人 我真的要足够的钱 是这样 所以问题是如何振兴呢 大家看到香港输入外奴 或者专财 你看到香港又没有好转过 没有 钱花了很多 但是不知道那些钱去了哪 很多专财进来 哇 香港那些专财进来 十几万个月 根据孙玉涵说 那香港为什么 那个经济状况 连改善都没有呢 是吗 是没有的 财赤依旧 有没有新招 没有 所以全部是这样 其实不会再有港产片 他的片就是将内地的原原本本 抄回到香港 一套片都差不多 你香港的文化会完全消失 如果香港人想拍香港片 麻烦你去其他地方拍 起码你可以保留到那个人情味 但如果你用这些资金拍 我可以保证 你出来的就是一部内地片 是这么简单 那他那些 就会变成内地的明星 你香港那些打算放进去吗 譬如说 哎呀 我再次和TVB合作拍这个新闻女王 那只不过是这条片 接着会加入大量的什么 大量的内地人 你看看曾志偉就知道 居然会搞个名字叫lone night 是这样的 就是要拆下拆到这样 你才可以有饭吃 那你想想想 你拆得我不舒服吗 收皮吧 那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香港的制作人都说 他看不到任何的长远 没有的 什么编剧培训 香港演员 制作人 没有的 他们不会做这些事情 就是你不要想 他说将内地那一套搬进去 内地这么多人才 为什么要培训你香港的人呢 他是这样想的 另外他说 大陆影业公司直接投资和拍片的分别就是 拍片保证香港的制作人员是佔一定的比例 但是你现在不用想 不会的 大部分都是内地人 还有一件事 内地拍戏其实也是很专业的 但问题就是他会用了很多内地的演员 以及用了内地的题材 那你香港就没有你自己的题材 慢慢你连文化都没有 就是这样 他说 会不会可以全球和国内发行呢 这个我不知道 另外当然列入香港黑名单的电影人 那一定是不会用的 如果阿里巴巴来香港 即是告诉你 中央发行 同意 就是由中央发行 你不用想去到国际等等 你在中国里面 你是香港拍的片 你去到中国里面 其实是否可以卖座呢 我们都不知道 是吧 我们都不知道 有最近那部片是谁 是谁 是蔡少芬的老公 我不记得名字 即是拍个业民那个 你 你 居然只有15万的 人民币 那个票房 哪里都可以玩 是吧 不能玩 以后都不用找你拍了 就是这样 羅奇又沒有接駁業態 羅奇說他轉發了《基本法》23條立法的審議新聞 他說23條這麼快速推行 突顯了他之前說香港已經玩言論是對的 香港已經失去政治自主 當然李子敬或周浩鼎會立即出來 你說這些話其實是沒用的 因為羅奇的地位比你高很多 特別是在國際地位 你問我那些外國人相信誰 我當然相信羅奇 他都不知道李子敬是誰 更加不認識李子敬是誰 大家不要看現在廣告,哎呀,升啊 你怎知道這些資金是怎麼來的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你看看港匯有沒有升過,你就知道 港匯是沒有升過的 你留意一下 港匯是沒有升過的 那些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是嗎 資金是從內部來的 現在是資金是從香港來的 現在是 如果有,即使是人民幣也好 外資進來的話,去兌換港幣 你想想這幾天的成交是半天都有六七百億 這樣的話,沒理由港匯不動 港匯一不動的話 即使資金是從內部來的 大家自己看吧 你看到,打這份工作是很難打的 即使下大雨也好 都要去美國領事館交這些請願信 其實你不如不要交 你看公民袋,濕到軟了 下大雨也要拍照 所以這份工作是十幾萬一個月的工作 我自己覺得曾玉成最好不要說 我不知道為何曾玉成這段時間 大家都明白,當時李大的時候 他是打正招牌進去 要找一個女生叫方援 我有沒有記錯? 即是我不查了 即是他是打正招牌要找一個 大家都猜到的是權貴 大家也猜到曾玉成後面的人是甚麼人 但問題現在不是 即是不再是李的時代 之前被陳詠欣串到他媽媽都不認得 你現在看看曾玉成還要出來說話 即是說,你那個危害國家安全的定義 要再釐清 這個大家都知道 煽動意圖當然是人都知道 但問題是 他現在不會聽你說的 對嗎? 即是如果你背後那個人 是掌權的 根本就不會立23條 對嗎? 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明白他還出來說甚麼 是否被人拿著把柄 還是怎樣? 我就不敢說了 我不是說他說的不對 你善同意圖的應該要更加清晰 國家安全定義要再來釐清這個不對 但問題是不用你說的 外面的輿論 我們已經說到沒有聲音 他現在不會聽你說的 因為不是你拿著 那你還出來說來做甚麼呢? 我們先賣一些告白 我已經把文章放在網上 如果大家有興趣訂閱3月份 YouTube投資筆記 那就是組合裏面 50萬美元投資倉 就是一個比較進取的組合 我們跑贏這個納子 3月份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大家現在 看到香港這樣的環境 或者世界上都是這樣 現在你看到 譬如英國也是 英國也是一般的 大家想為退休做準備 或者你已經拿著一塊錢退休 而你不想一塊錢縮水的話 大家也可以訂閱 兩個都是3月份的 大家可以看片尾付款方式 亦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我們的YouTube 英文財經頻道 US.Market Weekly 我連結在下面 其實這幾天的23條 大家知道中共的作風是收到命令,不要太張揚 大家見到之前每天都見過,你看到01或星島 它差不多有三分一都是廣泊三條 但突然間全部都剩下,可能是收到命令,不要太高調 這跟當年的《國安法》是兩回事,因為沒有錢 這就是明天的Patreon才發出的 當然有法官挑說 他是一個澳洲籍法官 這位是紀納遜法官,澳洲籍 他是中審法院,他是香港中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他已經是辭職了 當然以年齡為理由,他已經是85歲 但實際上是甚麼呢? 他始終是澳洲人 你無法認同到現在的23條是普通法 認同不到 他是審普通法 詳細我就不說了 在Patreon上,明天早上便會出門 大家可以看到,即使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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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制派也會說 為何我們剛才會說 不是普通法官 你怎麼能夠 即是23條 激留別人14天 你不告訴我為何 那你拘捕我做甚麼 你跟北韓沒有分別 即是不是質疑違反人權 你直接是違反人權 那我想一件事 如果你把23條搞成這樣 香港不是沒有優惠 你中國甚麼都沒有 即是跟世界 你最少 我這樣拘捕你 我現在不用說 我拘捕你 不用告訴你 因為23條 所以我不用告訴你 那你跟北韓和伊朗 我想北韓都會告訴你 北韓都可能會告訴你 即是你覺得那個理由 即是你不讚好也好 但他都告訴你 他現在直接說 不用告訴你 那你怎會是普通法 甚至就說 不如這樣 你讓他們保釋 即是楊永潔說 你看到很多議員 即是國內的人 他都覺得是不行的 你最多就像當時的 像孟晚舟一樣 帶過電子腳尿 鄧炳強就說 即是 考慮到人權問題 那你現在這樣 去扣押別人 已經沒有人權了 這些是不是多餘呢 對不對 大家不要以為外國 好像現在沒有什麼出聲 其實它沒有什麼出聲 就是 暴風雨的前夕 你如果一出聲 我想歐美 可能會大量制裁香港 所有這些人 即是鄧炳強 不要想著 哎呀 美國制裁了 英國和歐洲美 你很明顯就是違反人權的 是連你自己的立法會裡面 都這樣說 建制派裡面說 喂 這樣不通的 大哥 是吧 即是不能這樣 你現在看到 一部分的二十三條 其實是針對已經離開了香港的人 一部分 你看到它說 禁潛逃者 處理潛逃者的資金 當然不需要說 即是它的錢已經搬到外國 你當然無能為力 對不對 好了 但問題是 假設 隨便說 你當是星期二得道 如果它還有一間屋 的話 你就不可以處理它的錢 即是簡單說 你幫它賣樓 幫它匯錢是不行的 甚至一件事 你聽它的Youtube 可能也不行 因為Patreon 更加不用說 其實 某一部分的二十三條 是針對一些已經離開了香港 而特區政府也覺得 我沒有辦法 你在外國 不斷說要制裁香港的官員 制裁中聯辦 我沒有你辦法 而事實上也是 沒有辦法 它唯有搞你香港 搞你的家人 搞你幫你處理資產的人 令到怎樣呢 令到你很害怕 令到你的家人很害怕 令到你沒有資金來源 因為大家都明白 很多已經離開了香港 其實它的收入還是靠香港 譬如神區 星期二得道 你怎樣說英國節目 你說不到嗎 大哥 對嗎 你說不到英國節目 對嗎 譬如說離開了 譬如說黃毓民 它都是靠香港 除非它有其他收入 例如你在那裡開店 如果不是很多YouTuber說話 都是靠香港的收入 那麼它就不讓你處理香港 就是這麼簡單 開始條文清晰 你就看到它的意圖 當然不是全部 一部分 是針對已經離開了香港的YouTuber KOL 你看到很清楚 這個更清楚 喂 被撤銷護照的潛逃者 怎樣可以投案 哦 你都可以申請一次過入境證明 這樣 回來還可以做 對嗎 絕對不會 我告訴你 我們之前都說過 毛澤東那一招 國共內戰打完 定了 你們所有之前 大家都是兄弟 國民黨那些 回來 既往不救 論功行上 一段時間回來之後 全部都被撤銷 其實沒有人會相信你 所以你看到很明顯的是 就是針對那些 為什麼呢 你離開了香港 它沒有你負 你離開了香港 但是你很多人聽 有的 現在很多人離開了香港 很多人聽的 不要說蕭先生 蕭先生我講過 他是一個 他當作一盤生意這樣做 他又不是藍 又不是黃 他只不過當作一盤生意這樣做 很多的他沒有你辦法 你又有很多人聽 那怎麼辦呢 唯有就是 截斷你的財路 譬如說 你是主要靠YouTube收入 你聽的人都是香港人 是吧 你不可以聽 如果知道你聽的話 就拘捕你 因為提供了收入 Patreon更加 好了 他在香港還有一間屋 那怎麼辦 那間屋呢 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處理 你處理的 就連你都拘捕 分分鐘你處理過他的資產 都可能有事 你信不信他說 23條未生效 我覺得我就不信了 你看國安法就知道 譬如說 你處理過 譬如說 袁巴這樣才算 袁巴的 現在正在通緝 你處理過他的香港的資產 你住的那間屋是他的 可能連你都拘捕 不奇怪 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那最後的資產如何 當然是充共 還要問的 對不對 已經有 喂 潛逃者 譬如說袁巴那間屋 喂 你住在那裏 可以拘捕 你租嗎 可囚七年 對嗎 即是袁尼昌要看看 以及容可欣 你現在住的那間屋 是不是袁巴的 即是如果你租用的話 你可以拘捕 你可以囚禁七年 大佬 那廖長江就馬上說 喂 你看到新聞就拘捕走 這樣 喂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否潛逃者 我怎知道 我租樓而已 大佬 是嗎 特區政府 沒有回應過 即是說 他是斷你米路 是這麼簡單 是嗎 打算改條文 潛逃者 潛逃之前所定的合約 你看清楚 第三方不違法 他只說是第三方 你跟他有關係的 可以拘捕 坐了七年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趕著你 袁尼昌要快看看 你現在住的那間屋 是不是袁巴的 如果是的話 你就不是第三方 你是他的兒子 所以麻煩你 即是立即要搬 否則 就拘捕你和容可欣 每人罰七屋 還有一件事 還未說完 那麼現在可不可以減刑呢 就是由懲教署長去做事 喂 這個完全跟人權背道而馳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由官來做事 即是官 他拿了你各方面的資料 譬如說 是不是行為良好 要求減刑 你是不是認罪 之外之類 現在不是 現在由懲教署長 懲教署長 懲教署長是誰 懲教署長 懲教署長是行政長官 大佬 即是中央 那你在監獄裡 是不是行為良好 沒有人知道 剛剛只有懲教署長知道 以前還說有些太平紳士 行監獄 你可以像包青天 去申冤 我想現在的太平紳士 應該會收拾 你想想一件事 這個怎麼會跟人權有關 不是認不認罪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你認不認罪的問題 而是說 你根本上 他是由上面決定 你可不可以減刑的 即是黃之鋒那些 你乖到怎樣也好 都不會減刑的 你戴耀廷 蘋果 這些 上面說你坐那麼久 你只會長 不會短 即是說加你監 可以加監的 一直加 但是一定不會短 那這個怎麼會是人權呢 你看到那個紀立信 不是外納信 那是紀立信 唯一看到那些條文 沒有鞋玩劇走 怎麼審 大陸這些案 是嗎 人家是普通法 對吧 好了 我們說完這23條之後 這個我們要說一說 大家現在就明白 為什麼巴菲特 會一直賣光 這個比亞迪 大家都要明白 在國內 能夠做得這麼大的企業 一定是跟黨有關的 那王全福一定是黨位 不用問的 好了 問題就是 我講過很多遍 譬如微信 不是競爭 你申請一個牌 譬如說Line 或者WhatsApp 他都不會批評 他都不會批評 國內只有一個微信 一個微博 沒有第二個 然後他就補貼到你可以去到海外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這件事表面上看起來 就說 爆了 王全福有小三 他兩個私生子女就是美國人 實際上 是不是真的對付王全福 絕對不是 為什麼 大家都明白 習主席怎麼會不知道 你是黨員 他怎麼會不知道 你在美國有私生子女 沒有可能不知道 一定已經是繳了蟹 已經是 最大的問題是告訴什麼 是告訴美國人 喂 比亞迪 其實是國家企業 他現在在美國 哎呀 我一兒一女 是什麼 是美國人 美國人 去營運一個美國的企業 沒問題 其實這個是一個中國人 是一個中國人 營運一個在美國的中國企業 那你告訴我有沒有問題 其實這件事就是告訴美國 如果比亞迪 入到你 美國的話 你會很危險 是這麼簡單 即是他想傳遞的訊息就是這樣 坦白說他有沒有小三關我什麼事 他有沒有私生子女關我什麼事 秦剛也是 一樣 秦剛也是 你看到其實美國人老早已經知道 這個3月6日 雷蒙多已經說了 智慧車如行走中的iPhone 是吧 即是說他就會拿完所有數據 所以現在美國人 不要說加你中國關稅 這個加你關稅也是小事 現在他的法案是什麼 總而言之你可以連到那個智慧 收集到美國人的數據 全部閉 不用說 所以 中國的電動車 一定不可能 不可以 不會出現在美國 是不會的 雷蒙多已經知道 其實他已經知道了 即是我不管你王全福什麼關係都好 總而言之你的電動車就不可以在美國行走 我不知道你將來玩什麼 總而言之就不行 好了 剛才我們說 為何美國人 未來20年30年 無論你政權轉移都好 都不可能 再跟你中國有什麼大的合作呢 包括香港 大家可以看到 為何美國有五個工會 會要求政府調查中國海運造船業 大家可以 這是今天的3月13日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3月12日表示 美國五個勞工工會12日 向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Cavin Tai提出申請 要求對中國在海運物流 以及造船業中所謂的不公平政策和做法 進行調查 為何會這樣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趙安吉這件事 我們首先不要討論趙安吉怎樣死 總而言之他就死了 大家都要明白 他背後是福茂集團 而趙安吉、趙小蘭、他的家族 福茂集團就是做船業的 這個公司是1964年 我也未出生 最重要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趙安吉、趙小蘭 他們的老公 要是IDY 即是千人計劃裏面 最主要的投資者 一個 就是麥康諾爾 老公 麥康諾爾現在剛剛是眾議院的院長 現在剛剛辭職了 我八十幾歲 趙安吉的死 其實是想引出一件事 就是你 美國已經被中國嚴重滲透 是這麼多 和王全福一模一樣 大家如果翻查歷史 福茂集團是何時進入美國的呢 1992年 當時一九九二年 在中國哪個拿起 鄧小蘭 其實美國人就知道 根本上你的改革開放 甚至從鄧小蘭開始 都是狼子野心 一路安插的人 擺在美國 就是想偷我美國的科技 偷我的錢 到你壯大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會移動我美國 所以你見到美國人是很生氣的 所以未來二十年三十年 即使你中國有個大改革也好 美國人是不會跟你做大事 小事他會跟你做 譬如農產品等等 沒問題的 但是任何牽涉到美國人的 治安、人權、美國人的資料等等 一律不讓你碰 包括香港 所以在我這一生人裏 應該不會見到香港和中國 會再次彈起 你甚至改朝換代也好 可能景色會比現在好些 但是絕對不會再繁榮 好像以前那樣 為甚麼?因為美國人已經看穿了 你從頭到尾都是保持我們美國 甚至由你鄧小蘭的年代也是 你看看 為甚麼要揭盡所能對抗中國 而不說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怎樣也好 他是明碼實加 但是中共就是毛澤東那一套 找人去統戰你 派間諜、偷你的東西 資源等等 但是你不要忘記美國不是國民黨 美國人是美國人,不是國民黨 是國民黨才輸 所以你就會明白為甚麼當時 川普會打這個貿易戰 當時美國已經知道 在說奧巴馬的尾段的時候 美國人已經知道滲透很嚴重 再讓他這樣下去的話 美國會散開 所以才由川普開始打 後面的深層政府已經鐵了心 所以你看到為甚麼拜登出來 天天都說要揭盡所能對付中國 就是這樣 因為俄羅斯明刀明槍 俄羅斯有間諜 但是沒有你那麼差 所以美國對中國的打壓 或者香港是不會手軟的 制裁在我有生之年 假設我有90歲的命 我想都不會改變 中國自己本身也有問題 很多做大數據的人 都是意外過身的 網絡上也說 李克強太大意 以為自己不做就搞定 大家都看到結局是怎樣 即是說我退下來了 沒有利益關係 希望可以安享晚年 幾個月退下來了 收工了 現在大家都看到很多做數據的人 全部都個別收工 收工就等於斷了中間一顆螺絲 你要查都查不到 現在國內很多新冠疫情的資料 全部都消掉了 你再找就找不到 全部都消掉了 可能過多五六年之後 連那些人都死了 你們來查吧 就是這樣 TikTok也是一樣 TikTok最後的結果也是一樣 TikTok周壽之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是新加坡的 不過我爸爸是中國的 哈哈哈哈 坦白說一句 現在美國正在用特朗普之前的方法 就是說 你首先跟字節跳動剝離 然後賣給一家 美國公司 由這家美國公司 可以看完你的數據 中國有什麼可能 會讓你賣給他 沒有可能的事 裡面有所有的秘密 你看它的演說法就知道 對吧 哪裡有可能 給你美國 一家由美國人主導的公司 去收購TikTok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好了 但是非常奇怪 說到特朗普 特朗普很討厭Twitter 即現在的X和Facebook 為什麼呢? 當時國會山莊 就是馬上禁止了特朗普 特朗普 他不是不懂得大體 他說 如果你禁TikTok 即是益了Facebook 但是特朗普補充一句 TikTok是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所以如果 這件事一定拖到 下一屆的美國總統 那你說是否是特朗普 我不知道 那些機會很高 如果特朗普做的 就一定要逼你賣給 逼你賣給一家美國公司 如果不然你就收皮 好了問題就是 如果中國又肯 那麼 他會賣給一家什麼公司呢? 一定是跟中國有關 以及真正控制這家公司的 就是共產黨 他才會賣的 但是非常奇怪 有一家公司走出來 說有興趣收購TikTok 這家是什麼? 這家就是Rumble 我登記了 但是沒有用過Rumble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最後成事的話 即是Rumble最後 華視的人就是共產黨 如果不是 沒有可能會賣給他 那你就知道我的東西 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 如果最後成事的話 正常來說 假如真的逼TikTok要賣 他寧願撤出美國 絕對不會賣 也沒有人敢賣 誰敢賣? 你賣得就是跟他有關 你怎會跟他有關 但是Rumble居然走出來說 喂 我想收購 那大家可以看看Rumble背後 有沒有跟中國 即是有沒有一些瓜田里下 我想一定有 如果不是 第一個走出來買的是誰? 當然是Facebook 大哥 對 如果是真的 美國企業出來買的 我回答你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全部都可以 大把錢 為什麼不出來 有一個Rumble出來 Rumble仍然小 還未做得大 那麼Rumble背後 有沒有中共的首映呢? 我們拭目以待 或者大家上網查也知道 即是說這個網站 可能是有些問題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現在是下午2點15分 港股沒有什麼動動 正在升55點 恆指17,148點 整間可以的 800多億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鑽石狗組合 是213% 我們的網誌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 和大家見面 YouTube投資筆記 3月份的收費版 是一個 50萬美元投資倉 是一個進取的組合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就不用說了 當然是一個 退休組合 或者是準備退休的組合 大家如果不想錢縮水 又不知如何投資美股可以有收息 或者是和這個進取平衡的話 大家可以訂閱這個 螢光幕有我們的兩個財經節目的收費 我就不重複了 銀行帳戶 轉數塊電郵和PayPal帳戶不變 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電郵給我 今天是星期三 祝大家星期三愉快 我們香港財經R 祝大家見面 拜拜